姬如月心有余悸 朝着秦晨说了一句 虽然他一直看着秦晨不顺眼 但是呢 不可否认 秦晨之前确实救了他 如果不是秦晨 在这股剑意杀鸡突然弥漫之下 他绝对是必死无疑的 现在别说什么谢不谢了 我们必须联手对抗恐怖的剑意 否则我们都得死 秦晨脸色难看 这剑意塔第七层 根本不是领悟剑意的地方 而是杀人的地方 秦晨肯定 别说他了 不然任何一个剑道天才过来 在如此恐怖剑意杀鸡之下 也是必死无疑的 甚至如果没有姬如月在一旁 替他接管剑之御剑 先前他那剑之御剑破碎的时候 他也已经死了 现在呢 他和姬如月完全绑在一条船上 缺了谁都不行啊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姬如月有些惊慌 他脸色苍白 显然在这杀鸡下 坚持不了多久了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我只知道 现在后退的路没了 我们必须在这坚持到腰间传承结束 然后一同被传出去 如果我们无法被传送出去呢 姬如月和秦晨这时突然想到 之前的第七层看到一具尸体 莫非那人因为进入第七层没找到出口 被困死在这儿了 两人身上莫名升起一丝寒意 如果别的考核者考核结束被传出去了 只剩他们在漫无天日的空间里 会是什么后果 绝对是个生不如死的下场 只是呢 现在他们没时间考虑这么多了 先活下来 这才是最重要的 你再坚持一会儿 秦晨对着姬如月说了一句 然后毫不犹豫取出阵旗 开始步阵 姬如月马上惊骇地看着秦晨 说道 你难道还不是一个阵法师 秦晨点头 不错 我确实还是一名阵法师 什么 姬如月再次被秦晨的话震撼了 他惊怡不定地看着秦晨 若不是秦晨之前表现出可怕的实力 他甚至以为这人不正常 如果说一名虚法花白的老者 告诉自己说 自己除了是武者之外 还是一名阵法师 他不会要任何惊议的 可秦晨呢 他就一二十左右的少年呢 阵法修炼需要时间积累 最终才能慢慢形成 而想成为一名强大的阵法师 需要的可不仅仅是时间呢 还需要逆天的阵法造诣 同时呢 还需要大量的时间和大量材料 以及机缘 秦晨才几岁啊 就算是成为一名武王级别的天才 就应该耗费他所有的时间了 此时他说他是一名阵法师 自己怎么能相信呢 可姬如月直觉又告诉他 秦晨此人绝对不寻常 他不会说谎的 就算你是一名阵法师 现在不知阵法又有什么用 这剑义攻击如此可怕 哪怕是七级的王阵 也根本无法抵挡得了分毫 你看着就好了 秦晨如何不知道 哪怕是七级的王级阵法 也无法抵挡第七层杀意分毫 但这时候 他是不能有任何隐藏了 嗡嗡嗡 伴随乙根根阵棋落下 一股浩荡的阵法气息 与两人身边营绕开来 姬如月马上看出来 秦晨步的绝对不是七级阵法 那么简单 威力绝对在七级阵法之上 难道说秦晨想不得是八级黄级阵法吗 姬如月马上被自己脑海中涌出的念头吓了一跳 刚想开口可突然脸色大变 他释放出的剑植玉戒坚持十几个呼吸后 终于坚持不住了 啪的一声 剑植玉戒出现了无数裂纹 而后轰然粉碎了 不好 姬如月心下大惊 刚露出惊容 就见一道恐怖的剑植玉戒弥漫开来 瞬间替他补上了之前粉碎的剑植玉戒 正是秦晨 此时秦晨表情愈发凝重 沉声道 你马上休息 一旦我剑植玉戒坚持不住了 你必须第一时间补上来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活起来 还有这些镇棋 我会在镇棋落点做下记号 你按照记号的范围 休息的同时把镇棋抛上去 秦晨一边说一边拿出镇棋 递给了姬如月 姬如月知道 此时是事情紧急 不不得考虑太多了 连忙一边休整 一边抛出一根根的镇棋 他知道自己还有休整的时间 秦晨绝对比他辛苦 因为秦晨不但得布镇法 还得同时释放出剑植玉戒 并且还得没有任何奸细地 催动上方的黑色大顶 就这样 秦晨和姬如月不断地替换剑植玉戒 同时补协一根根的镇棋 在与恐怖剑植的抵挡之下 秦晨和姬如月的剑植玉戒 坚持的时间越来越长 一炷香之后 两人已经能坚持数十个呼吸了 但两人心中没有任何惊喜 因为长时间施展剑植玉戒 已经让两人精神十分疲惫了 再怎么继续坚持下去 早晚得因为坚持不住而被绞杀了 我镇棋不够了 如果你有练制镇棋的材料 都给我 小半个时辰 秦晨以前练的镇棋顿时消耗一空了 姬如月也没问 直接拿出储物戒指中所有材料 一股脑地堆在秦晨面前 千年紫竹 黑灵杖 星空沙 银角震惊 看着面前大量高阶材料 甚至很多都在八级以上 秦晨的心中顿时大为惊喜 我去 隐世家族不愧是隐世家族啊 身上竟然有这么多好东西啊 本来呢 秦晨对布置八级镇法 还抱着一丝忐忑 可此时他心中自信大增啊 有这么多高级材料 他布置八级镇法的希望 从原来四成 起码得提升三成以上 达到了七成 在姬如月无语的目光中 秦晨开始快速地炼制镇棋 大量的材料经过熔炼之后 被他构筑成了一块块的镇棋材料 并且他左右开工 一道道镇纹的符纹 迅速覆盖上诸多镇棋和镇棋 姬如月虽然不是镇法师 但不妨碍他的眼光啊 秦晨那动作是行云流水 给他一种强烈的美感 他曾经看过其他镇法师布置镇法 但是呢 没见过像秦晨这样完美的 这根本不像炼制镇棋啊 像是在制作一件完美的艺术品 半个执镇之后 就在姬如月和秦晨 感觉精神疲惫到极致 即将坚持不住时 秦晨最后一根镇棋 也布置完成了 懵的一声 一道恐怖的气息弥漫开来 只见无数镇光瞬间升腾而起 在秦晨和姬如月周身 形成了一个 仅有一丈方圆的镇光 一阵阵轰鸣声传来 镇光上荡漾起道道的涟漪 仿佛随时都要破碎一般 可最终呢 还是抵挡了下来 任凭外界建议如何攻击 那阵光始终是不停地闪烁 啊 终于成功了 秦晨松了一口气 随即一头栽倒在地上 此时他浑身的衣袍已经浸透了 全身上下虚脱无力 传来阵阵的虚弱感 姬如月也是长长地呼出一口气 紧张地看着摇摇欲坠的阵光 眼眸中流露出难以置信的神情 八级正法 你布置的是八级正法 姬如月精力地叫了一句 他不知这法师 但基本的眼光还是有的 这个剑翼攻击如此恐怖 哪怕普通的八级初期五皇进到这儿 也会迅速被绞杀成虚无 可这阵法 居然真的挡住了第七层剑翼的攻击 先别管能挡多长时间嘛 光是能挡住 就不是七级阵法能做到的 秦晨点了点头 说道 我布置的是八级天地守护炎阵 此阵防御范围极小 但是呢 防御力极强 应该能坚持一段时间 还真的是八级的阵法 姬如月看向秦晨的眼神更复杂了 这个秦晨可太天才了吧 在这种情况下 他补出了八级防御阵法 八级阵法啊 那就是八级的皇级阵法师 虽然这样的阵法师在五玉里并不算顶尖的 可这是北天狱啊 整个北天狱有几个八级阵法师呢 更别说这么年轻的八级阵法师吧 怪物啊 这家伙就是个怪物 本来姬如月以为自己够天才了 但跟秦晨一比啊 真是个垃圾一样 秦晨的脸上却没有多少激动 他叹了口气 说道 我也不知阵法能抵挡多久 但起码 一个时辰内应该没问题 我们得尽快离开这儿 否则继续待下去 只会越来越危险的 这里面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姬如月看见阵光在剑意攻击下 虽然不停地颤抖 但是呢 没有丝毫破碎的迹象 也稍微松了口气 随即问道 清晨沉默了一会儿 说道 我也不是很清楚 不过 这里绝不像让人感悟见义的地方 而且 也没有任何剑客能在这里感悟见义 姬如月脸色很难看 他能感受到 这地方确实不像让人感悟见义的地方 反倒像一陷阱一样 专门坑煞一些顶级剑客 天赋越高超的剑客 越容易来到第七层 一旦进来了 那必定会死在这儿 而一旦死在这儿 那根本没人把消息带出去 这就形成了一个死循环 每次妖剑传承开启 只有见到天赋一般的剑客 能活着出去 而且能得到一定的好处 而真正逆天级别的剑客 反而会远落于此 这样一来 这里的秘密永远不会传出去 可为什么这样呢 秦成和姬如月对望眼 似乎明白了对方心中的想法 同时他们打了一机灵 按他们的想法 这妖剑传承 简直是为了专门杀陷到天赋形成的 到底是谁制造的妖剑传承 姬如月颤抖地问了一句 秦成也摇了摇头 这妖剑传承出现的就挺诡异的 至于谁制造的 他那知道了 两人越想越后怕 甚至冷汗都冒出来了 这是哪个混蛋呢 竟然如此阴毒 弄出这种专门康人的妖剑传承 先别管那么多了 想想办法 如何从这逃出去吧 秦成叹了一口气 两人休息变恶 便开始寻找出去的方法 只是怎么找呢 也没任何的办法呀 难道我们这次 都要死在这里 姬如月微微叹气 脸上流露出绝望之色 他苦笑地看着秦成 说道 在第六层的时候 真该相信你的直觉的 如果我们不进入第七层的话 也不会遇到这样的危险 对不起 当初如果不是我的话 你也就不会来到这第七层了 在姬如月看来 根本是自己连累秦成了 不然呢 秦成根本不用死 秦成却苦笑道 别说那些没用的了 如果不是你 我也一样会进来的 姬如月看了秦成一眼 苦涩一笑 真没想到 最后陪我一块儿死 竟然是你 不过真的要谢谢你 至少 我不是孤零零的一个人死去 姬如月眉如远待 带了一丝忧愁 带了一丝畅伴 眼神中有无尽的畅人 秦成沉默了 不知道该说什么 他只能问道 现在你可以告诉我 姬如雪前辈怎么死的了吗 反正都要死了 告诉你也无妨 姬如月苦涩的 我太爷爷 据说是为了他一失踪好友 前往死亡峡谷 搜寻他那失踪的好友踪迹 结果音讯全无 泳落在了死亡峡谷 死亡峡谷 秦晨脑海轰的一下 那不是前世自己陨落的地方吗 姬如月口中他太爷爷所谓的失踪好友 不会是他吧 可自己陨落于死亡峡谷 除了杀害自己的上官希尔 丰绍宇 根本没任何人知晓 姬如雪怎么知道的 当即他失声等 你太爷爷好友的名字叫什么 我也不知道 姬如月摇了摇头 太爷爷失踪之时 我都还没有出生 而且这段历史 是我七家的隐秘 我也是从姑姑口中 才偶尔听说一二 但我知道 太爷爷的那个失踪好友 是当年武裕最整监的人才 军领武裕 盖世抉择 唉 那肯定是自己了 秦晨肯定的 除了前世的自己 谁配得上这几个字呢 没想到姬如雪竟然前往死亡峡谷找过自己 可他又怎么知道自己死在死亡峡谷呢 难道是上官希尔 想到这儿 秦晨瞬间出了一身的冷汗 前世他被上官希尔和风少语暗害了 那姬如雪呢 会不会也被他们两个联合坑害了 这也不是没可能的 以上官希尔和风少语的歹毒 他们什么事做不出来 想到这儿 秦晨身上涌出了浓郁的杀意 这两个贱人 太卑鄙了 你怎么了 姬如雪轻易地看着秦晨 姬如雪轻易地看着秦晨 你能不能够 我认为你这儿